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人手所造的 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 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 问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 耶稣却不言语 一句也不回答 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耶稣说 我是 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 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 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 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 用蒙着他的脸 用拳头打他 对他说 你说预言吧 才艺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 耶稣被定罪 定罪之前有许多的假见证 不过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当时的程序制度上面来看 这是一个谬审 这是一个没有程序正义的一个审判 因为在当时的世代里面 不是死刑的罪了 这个罪者要在大祭司院里面来做审判 而如果是死刑 就要在圣殿 在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如果是死刑 文士长老必定要聚集在一起 由文士提出控诉 而大祭司是为受审者来抗辩 如果不是死刑 需要公审 死刑则由文士大祭司长老闭门 但这里我们看到 彼得跟才义是共同来观看 如果是共同观看 只有非死刑 但这里耶稣是要被判死刑的 你当要闭门审议的 而且大祭司要为耶稣来做抗辩 但最后我们看到的是 大祭司跟这些祭司长们 为耶稣定了死罪 在当时的审判的制度里面 公会长老就好像我们所熟悉的 外国的上下议院一样 公会是不能审议长老他们的案子的 除非受审者他要上诉 而且在当时的实战院 必须要在逾越节之后 有新的市政 公会才会介入审判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大祭司跟公会是共同寻求为证 要来判耶稣的死 而大祭司他应当要为耶稣 来呈现真实的证据的 并为他辩护 但这里面我们完全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没有程序正义 没有按照当时律法规范的方式 来审判的一个谬误 而这个控诉最重要的就是说 因耶稣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而耶稣的回答是 人只要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他自称的弥赛亚 并不致死的 那么重点就在于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是真的是耶稣如此说的吗 大祭司因为了这样的一个回答 一个见证 一个假的诉说 他原来应当要为耶稣辩赴的 去在这里 直指他僭越亵渎 所以他直接判耶稣死刑 曾经我们刚刚所说的 死刑是要公会 或者甚至是要罗马的长官 如我们所知道的比拉多来判定的 而不是大祭司 在被判死的过程 虽然目的不同 比方说在刚刚我们所看到 是为了要除掉信仰体制 所以要他死 辩护人也就是大祭司 也要他死 神也定义如此 但是彼得在使徒行传的 2323节所提到 他既安着神的定旨 先见被交于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杀了 耶稣的确就是 透过这些无法治人的手 被定在十字架上 但这一切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程序正义 适当的补偿 复之确弱的 而耶稣有没有说 我要拆毁这殿呢 如果我们回到 约翰福音的二章十九节 耶稣说的是 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所以那一个假见证 却是耶稣说 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 三日内就另造一座 不是人手所造的 耶稣是说 你们拆毁 假见证说 我要拆毁 你们拆毁这殿 这个殿指的是 耶稣的肢体 他在三日之内 他要重新建立起来 拆毁圣殿 如同叛国 在当时的确是 宗教信仰上面的 唯一实行 但大祭司 他的求证 却有所不足 因为立位记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听见 发誓的声音 他本是见证 却不把所看见的 所知道的 说出来 这就是罪 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作假见证的 大祭司 都要担当这个罪孽 耶稣 他没有 辩护他自己 只回忆 我是 就指的 我是基督 这是引用 诗篇 110篇 坐在 我的右边 以及 但一底书 七章13节 驾着天云而来 格林多前书 也特别告诉我们 最后要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那这个死的过程 就像得胜的君王 脚踩 俘虏一样 耶稣 不就被踩在脚下吗 文士众的罗马人 要摧毁这殿 这个殿 指的是耶稣的身体 他要在第三日复活 约翰福音 二章21节 耶稣这话 是以他的身体为殿 能离世 我们当一 也要感谢 亚当带来死亡 因为有这样的死亡 感谢耶稣毁灭 我们的最后仇敌 那个死亡 感谢耶稣 所带来的复活 我们击败了 那最大的仇敌 就像刚刚所读 格林多前书 最后要毁灭的仇敌 就是死 被大祭司定罪 僭越 事实上这个过程里面 就像是死神来大怒一样 所以众人在这里面 就开始鄙视耶稣 吐脱沫 他也推打 也驱离耶稣 所以以赛亚书的 53章3节就看到 他被藐视 他被人厌弃 他多受痛苦 他长经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 也面不堪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耶稣所遇到的情境 正是以赛亚书 所描写的情况 那一切只因他 自称弥赛亚 但是他却能够 在死后复活 把一切的仇敌 都放在他的脚下 因为他成立了新约的救赎 他的唾面 被藐是为了救赎我们 也期待他的门徒 以及我们都能够学习 为了那个命定 而摆上自己的耶稣 虽然他被人所击 也被人所路 但他一切在所不惜 接下来我们读66集的经文 彼得在下一边院子里 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 见彼得考伙 就看着他 说你述来也是同拿撒勒人 耶稣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我不知道 有不明然你说的是什么 于是出来到了前院 祭就叫 那使女看见他 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这也是他们一档的 彼得又不承认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 又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档的 因为你是加利利人 彼得就发奏启示的说 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 历史讥较了第二遍 彼得想起耶稣 对他所说的话 讥较两遍一先 你要三次 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各位弟兄姐妹 虽然否认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但我们不当不承认主 彼得在这里面 索底的不承认 这个承认 指的是相知相惜的承认 偶遇大 就像是夫妻 就像是私生之间的关系 的相知相惜 彼得完全否认了 这样相知相惜的亲密关系 他的否认 使你屡次给彼得难看 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个 另外一次呢 就在使徒行传的12章13节 彼得逃出狱之后呢 要进入到门徒居住的地方 使你呢 把他给官人们起来 当然这是一个玩笑 但是我们会看到 彼得在他生命当中 他的转变是神在牵引 这是神在带领的 当然彼得大概也想象不到 他的加利利枪也出卖了彼得 因为就像我们回顾 在旧约里面 四世纪的12章4到6节里面 因为要逃离群众被要求 要发两个字 那么发音的过程里面 一个是西伯列 一个是西伯列 两个所指的是一个 士伯列跟西伯列 士伯列指的是水流 西伯列指的是麦穗 就像在约瑟的梦中 所看到的麦穗的一个景象 那彼得的腔调也出卖了他 所以连他自己的来源 他的根源也都出卖了彼得 告诉众人 你是加利利人 你是拿撒勒人 耶稣的跟随者 彼得的三次不认识 以及所有门徒的离善 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 但是我们看到彼得哭了 他的忏悔 他的向神举目 是让神能救赎 他也成为耶稣的大使徒 也成为很重要的福音的传播者 各位弟兄姊妹 所有的门徒在当下都离开了耶稣 所有的门徒都不愿意承认 他们跟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 但当耶稣上了十下 我们也看到耶稣 预表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转变 哭了悔改 最终他们为主摆上 在各处为福音寻乱 也求主能够保守看顾我们 让我们能够为主的爱 建立在这里面 也为福音 愿意同走天路 摆上自己 一切只因 神先爱了我们 愿神祝福各位 请不 sou 请不想 请不吝解 感谢 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